是國會通過的法律授權 而且指定這個神經院大陸委員會 以及相關的機關才能夠去跟對岸協商 中央跟地方其實是一體的啦 那上次我去高雄也我們也談得很好 就是大家是一個尋求一個戰略協同 所以有些他不太了解的部分 像以前他不知道老早開放房地產 老早開放房地產 那有所謂的五四三條款嘛 那所以這個有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們也特別能夠跟他提醒跟他說明嘛 那這次他們正在安排要去 大陸去做一些交流嘛 那所以我們當然是說 對他不了解的地方 我們去給他做一點說明 這個涉及公權力的 我們這個是中央的職權簽這個協議的話 因為這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是國會通過的法律授權 而且指定這個神經院大陸委員會 以及相關的機關才能夠去跟對岸協商 還有簽署涉及這個公權力的這樣的一個 因為這個回來國會還是要監督的 國會還要監督 那如果這個協議本身涉及到人民的權利義務 國會還要審查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嘛 那提醒 那如果你說一般的經濟交流的 因為買賣企業啊 那當然這個不涉及公權力嘛 那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把這些分據讓他了解